S18赛季已经开始,虽然只是刚开始,但是有大量的玩家已经登上了王者段位 这些玩家都是游戏内的大神,对于普通玩家来说,在赛季出销上分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但如果能选对英雄的话,上分也许会变得轻松很多 所以本期视频就给大家看看适合赛季出充分的T0级英雄有哪些 首先刺客李白,现代本打野其实已经有了一斤的加强 打野在前击十分重要,有一个好的打野会打得更加轻松 李白用起来难度也不高,不用花非常多的时间就可以熟练 一旦经济起来后,伤害是非常高的,对手也很难有办法对付,综合实力非常强大 射手后翼 T0射手里除了后翼还有萌芽,但是后翼比萌芽更加出色 毕竟萌芽是一个新英雄,射度高是正常的 反观后翼则是一个老英雄了 虽然没有物营技能,但是后翼堪称势手里的持续输出之王 适合各个分段的玩家使用,是在S18赛季上分的首选射手 辅助钟葵 钟葵在游戏中的地位比较尴尬 不喜欢的玩家有很多,但喜欢的更多 虽然很多时候被称之为快乐英雄 但是他的出场率和胜率却非常高 在赛季出的胜率高达53%,出场率还有21%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据,又有出色的先手能力 成本也比较低,作为一个辅助还能用秒人的伤害 不得不说,钟葵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英雄 最后则是凯黄了 凯之的英雄自从上线以来一直都有很好的出场率 不管是什么赛季,凯都不会被淘汰 只要凯的大招保持不变 那么凯之跟打出很好的表现 上述这些英雄都是S18赛季T0195的前茅 非常适合大家用来上歌,快去试试吧